我很開心 我們的辛苦被大家看到了 然後我們的表現被評審肯定了 再一次謝謝大家 去年拿下金鐘五期 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 藝人薛季剛在後台感性發言 長期主持的他營造良好形象 近期卻被爆料有婚外情 兩張照片都是薛季剛長鏡 葛思琦說怎麼會留到狗仔手上 婚外情的時間點也曝光 這個時間就發生得不遠了 也是在去年 因為他老婆黃湘涵出國了 去了國外出去玩 但沒想到在這個同時 他就認識了一個女孩 兩人五月認識 葛思琦估計薛季剛從去年7月出軌至今 對此薛的妻子同樣也是主持人的 王湘涵回應媒體 收到這樣的消息很難過 很多事超出預料 薛季剛也緊急發聲明認錯止血 表示傷害家人也辜負信任 對於不好的示範 加上這回紛擾多天浪費資源深感抱歉 但即便如此或許過往深知人心的好印象 恐怕大受影響 TVBS新聞交換文詢 聽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